刚才讲到写行书的时候 你要照顾到每一笔画之间的重量的平衡感 所以就是笔无孤起 每一个笔画看似这样写下去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笔画 它一定跟另外一笔有联系 就是我们刚刚花了一定的时间 把从传书一直到行书 这里面我介绍了我认为适合练习的各种的悲帖 那这个过程结束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获得一种能力 就是一种对不同的质地的笔画和不同结构的字 你都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 就是变换起来 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和那种 我这辈子只练过一个帖 对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能够 那怎么切换 不用切换呢 你的心应该就跟一个镜子一样 因为这里面虽然形状在变 但是技术的内容没有变 所以中国的书法 老外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是这个徒手线 就是徒手写的线的最大集合 就他们把你所有的这些 你写的认为所有不同的笔画 他认为就是一个线 那这个线呢 大概只有三种运动方法 一种是平行 一种是上下 一种是扭转 只有这三种运动方式 所以你把它当作一个线的艺术 一个线条的艺术 你通过这个线条去传达自己的性情 然后又通过这种对线条的锤炼 来重新反作用于心灵 就是练书法就是这么点事 核心就是这些内容了 然后这样的练习 那可能我经常会听到的问题 就是我如何才能把一个字写的像 那这就 就像帖是吗 对啊 就是你跟它是能够相像的呀 就有的时候我把那个 就是纸在抄内容 但是完全跟帖不像的 我说叫抄 抄写 就是它没有在灵 灵是什么 就是 就灵跟膜还不一样 灵是对灵 膜是这个完全把一张纸贴上去 然后沿着它的边缘 然后复印几样的复印下来 那这些方 就是如何能够像那个帖呢 这个叫入帖 就如何能进入到这个帖 而且就像你说的 这个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